我就知道他肯定是尿壁了 昨天晚上把他关客房里他不习惯 一整个晚上都在嚎 然后还把碗盆给打碎了 然后还弄了一地毛沙和他的屎 好消息是 他昨晚的确尿了一泡大尿 是不是啊 不愿意在客房里面待着一定要出来 是不是啊 现在就舒服了 吃你的树 早上吃了罐头 然后吃了两粒药 从宠物医院回来医生给我开了三种药 第一个是这个喵书镜 是可以缓解他的焦虑情绪的 一天吃一粒 另外一个药是沙斯多芬 这个好像是 我忘了这个是什么 最后的最重要的就是这个加巴喷丁 可以镇静他的情绪 然后缓解他的压力也可以止痛 50毫克一天一粒 然后医生还额外给了我一粒一百毫克的 说出门的话就给他塞这个 效果会更明显一些 比如说我要带他看兽医呀 搬家呀 可能就需要这个 我自己打算平时多备一点这个 这个包在锅里炖了一天以后呢 五点多了 他刚刚好像去尿了一块尿 我听到了流水般的声音 我们来看一下 嗯 哇 不错 Budders你要办公吗 Budders最喜欢啃那些花花草草 假的他也啃 看看这个 小嘟嘟嘟 Package has arrived 这个是一个猫窝 是有三层的 有三个洞 想要这个很久了 两个洞 侧边还有一个洞 上面也可以躺 今天是周日 从Budders发生这个尿壁的问题 已经过去了一个星期了 从把他接回家已经过去了三四天了 那这三四天里他尿尿的情况都是正常的 虽然他的药还没有吃完 但是我觉得这一次他尿壁的情况 基本上是解决了 想总结一下这一次的过程吧 尿壁主要的症状就是 频繁的出入猫砂盆去蹲尿 低尿甚至完全尿不出来 如果很严重的话 他尿尿的时候还会好叫很痛 舔他自己的下面 通常这种情况多发于公猫的身上 因为公猫的尿道比较窄 而且对公猫来说更紧急 更需要立刻就医 这个情况会加剧的非常快 跌到了一定程度 甚至会肾衰竭 那这个就会危及生命 所以那个时候保险期间 我们打算立刻带他去医院看一看 上一次带他去医院 他就在那里又尿了又拉了 就是应激到不行 该做的检查也没有做 所以这次我又带他去 医生说要做鞋检还有B超 鞋检是做了 但是也是一番挣扎 还把护士小姐姐的手指咬破了 B超就做不成 因为B超要踢他的肚子嘛 医生就说 那就先给他打几针 回去你观察一下 如果到下午6点还尿不出来 你就要带他过来倒尿了 给他打了三针 一针消炎 一针止痛 还有一针抗生素 一共是花了170 加上那个生化是花了600多 所以这一次800多块钱 但是我觉得没什么效果 所以第一次去医院 真的就是多此一举白花钱 我们就把他一个人隔离在房间里 放了冒沙盆和水 然后晚上6点我们回到家 还是一滴都没有尿出来 而且他一直缩在那个猫窝里面 我们就说OK 那我们要立刻带他去医院了 换了一家宠医院 主要检查就是做了这三个 B超化了150 然后尿减80 血气是200多 其实主要就是检查他的肾有没有问题 有没有细菌感染 第三做B超看一下他膀胱的具体情况 还有有没有结石 如果没有结石 应该是突发性的膀胱炎 如果有结石 那就可能要做手术 把这个结石给取出来 所以治疗方案是不一样的 B超还是很有必要的 我发现他没有细菌感染 没有结石也是一件好事 所以诊断就是突发性膀胱炎 因为他在医院的时候太紧张了 他就尿出来了 虽然有尿血 但是医生说他现在可以尿尿了 所以他不需要倒尿 就是建议住院 住院的话费用每天是400到500不等 我们是住了3万 一共是1000多 第三天还是第四天 我去接他的时候 医生又给我开了一些药 是花了400多 我觉得我这一次的经历 最大的经验就是 如果你发现了你的猫有这个问题 而且他是公猫 而且他完全尿不出来 很明显的就是情绪很差 那你就立刻把他带去医院 做检查做B超 做完诊断以后 就把他留在医院 直接住院 治疗以后带回家的日常护理呢 医生跟我说这个病 主要就是由压力和焦虑引起的 最重要的就是尽量减少他的压力 平时多陪他玩呀 还有一个呢 就是让他尽量多喝水 多喝水是很重要的 你可以多给他畏畏施粮啊 那个蔓越莓的利尿的保健品粉状的 你可以帮他撒在他吃的粮上 如果经常有这个问题的话 医生还建议我给他吃处方粮 这个就是Budders尿壁的糟心力险剂 希望以后都不要再发生啦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儿啦 下次再见 拜拜